眼前的木匠只因工作时打断了几颗螺丝 没想到就被老板扣了一整月的薪资 心想这他们干着还有什么意思 于是他直接选择了辞职 然而就在临走时 男人实在厌不下这口恶气 便准备强行拿回属于自己的工资 砸坏了老板的收银机 男人才意识到有些不妙 他深知老板的狭隘 所以得趁对方没有追出来前驾车离开 但没想到 听着老板咆哮的声音越来越近 男人再也顾不了开始狂奔 他可不想被抓后再被扒掉一层皮 好在拐角处出现了一辆货车 男人没有犹豫迅速爬了上去 这才堪堪躲过那个飞奔而来的铁公鸡 看着对方离开 男人终于松了一口气 没想到就在这时 老板突然杀了个回马枪 情急之下 男人只能钻进了旁边的衣橱内 虽然避过了折返的老板 但倒霉的是 赶过来的工人竟直接封死了柜门准备驾车离开 躲在里面的他听着外面的声音 却不敢露出任何声响 他知道老板一定还在附近 不如借着这个机会暂时先离开 殊不知 正是这个决定将彻底改变他的一生 男人本名叫做达米安 是个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孤家寡人 或许是长时间的独居生活造就了他人际关系的障碍 他不善言谈更不惜与人交流 如今从衣橱里走出来后 才发现自己已经连同衣橱被搬进了一个房间内 就在达米安准备悄然离开时 突然一阵脚步声游远极尽地传了过来 担心自己被认为小偷 达米安迅速躲进了床底 紧接着外面就响起了一男一女的声音 听着两人的对话 达米安得知这家人似乎刚搬进这栋房子 男主人正在抱怨妻子 为什么要把一个旧衣橱搬进他们的卧室 毕竟他们已经打造了一个新的衣橱柜 女主人解释这是她祖母唯一留下的东西 也是从小陪伴她长大的物品 实在是舍不得丢弃 又不过妻子的男主人最终只能选择统贤 随着这家人开始整理新家 达米安也找不到合适的机会脱身 没想到这一等镜直接等到了晚上 躲在床底的她竟不知不觉睡了过去 第二天早上 达米安被一阵闹钟的铃声所惊醒 随后她便听到了女主人呼喊隔壁女儿的名字 接着就是一系列穿衣洗漱的声音 再接着就是吃早餐时的刀叉碰撞声 最后伴随着关门声这家人相继离开 听着再无声响的达米安从床底钻了出来 她来到楼下的大厅发现人都不在 可达米安却并没有第一时间离开 而是打开了冰箱准备吃点东西 随后就这么大大方方地坐在客厅里狼吞虎咽起来 吃完东西后 看着主人家早上没来的急刷的餐具 达米安二话不说就开始清洗起来 或许这样会让自己安心一点吧 可没想到吃饱喝足了这家伙依然没走 甚至看着凌乱的杂物间 她还产生了一个奇怪的想法 如今达米安身无分文更是孤家一人 就算离开也不知何去何从 既然如此 不如留下来蹭点吃喝 为了表示感谢 她可以趁对方出门后充当一个免费的清洁工 想着想着她竟开始为如此变态的想法付出行动 作为一个专业的木匠 她先是一开了就衣橱 然后卸掉了后面新衣橱的门 接着又拧掉了就衣橱的隔板 将两个柜子对接在一起形成一个通道 等她进去后 在堵上就衣橱上的隔板 这样她就可以安心地躲在后面 而就在她刚搞定完这一切时 房子的女主人玛丽亚回到了家里 看着厨房里仅仅有条又一尘不染的厨具 她还以为自己的丈夫开了窍呢 哪成想丈夫回来后直接否定了这个功劳 并认为这一切都是他们的女儿做的 可玛丽亚却不相信那个好吃懒做的女儿会洗碗 最后丈夫只能将这一切归功于妻子 原来玛丽亚有一些精神问题的疾病 现在正在吃药抑制 医生曾说药的副作用可能会引起一些失忆 所以现在丈夫怀疑是妻子洗不完后忘记了这一切 躲在柜子里的达米安听到这天赐良机 于是更加坚定了留下的决心 接下来的几天 达米安越来越大胆 她会趁着玛丽亚夫妇睡着时偷偷溜出来上厕所 甚至还看了看玛丽亚的女儿露西 似乎想要将这家人的面貌性格等特点全部印在脑海里 就这样 白天玛丽亚一家该去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 等他们走后达米安就光明正大的溜出来吃饭打扫卫生 甚至包园了大大小小的家务 回家后的玛丽亚看着干干净净的房子彻底傻了 她都开始怀疑是不是要的副作用家具了 为什么她完全不记得自己做过这些 虽然有所怀疑 但她根本没有想过家里会躲着一个陌生人 这个陌生人甚至大胆到在他们熟睡后偷偷出来到处溜达 为了更加的了解这家人 达米安会找一些玛丽亚等人看过的书籍 试图在里面找到能与这家人共鸣的情感 就这样日复一日的过去了 达米安对他们的生活规律几乎了如指掌 而玛丽亚一家人也似乎完全察觉不到达米安的存在 可马总有尸体人也会有尸首时 这天晚上 刚溜出来的达米安一抬头就看见了玛丽亚的女儿露西从厕所出来 尴尬的是女孩也看见了她 按理说露西一定会惊声尖叫 可接下来神奇的一幕出现了 随着达米安缓缓地退去 看了半天的露西还以为自己出现了幻觉 她不仅没有大叫反而继续回房睡觉 而就在达米安倾幸自己没有暴露时 白天回来的玛丽亚突然察觉到了不对劲 因为她竟在自己的书籍里看到了一些重点标记 如果说洗碗蝶被子的事不记得也就算了 可这些笔记太奇怪了 综合这段时间的生活 玛丽亚将电话打给了母亲 自从祖母的衣橱搬进来以后 家里便出现了很大的变化 虽然这些变化一直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但玛丽亚的内心却一直隐隐有种感觉 她怀疑在家里清洁未生的并不是自己 而是她那死了几十年的哥哥 本来听到玛丽亚怀疑的达米安还在紧张自己是不是暴露 可接下来女人的话却再次给她喂了一颗定心丸 原来玛丽亚小时候经常和哥哥在衣橱里玩耍 直到后来她的哥哥不幸发生了意外 与其说这个柜子是祖母遗留下来的陪伴物 不如说是她怀念哥哥的唯一念想 现在玛丽亚怀疑哥哥的灵魂就在柜子里躲着 然后每天帮助她整理房子 不过她并没有感到害怕 随着第二天玛丽亚一家人的出门 再次出来的达米安在书房的书籍里发现了一张照片 上面正是小时候玛丽亚和哥哥的合照 从旁边纸条的内容里达米安知道了整件事的真相 原来玛丽亚七岁那年哥哥意外去世 可玛丽亚却一直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她认为哥哥只是躲在了柜子里 总有一天会回来找他 虽然不知道现在玛丽亚的精神问题 是不是与去世的哥哥有关 但此时达米安看着男孩的照片 竟有了一种奇异的感觉 她仿佛与对方产生了情党共鸣 甚至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 不知不觉将自己带入了境局 这天正在修理抽油烟机的达米安 突然听到有人开门的声音 惊慌不已的她只能暂时躲在了墙后面 从声音上听到路西带着一个男孩回到了家 本来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但从两人的对话中 达米安发现他们的关系有些不同寻常 似乎是路西很喜欢眼前的男孩 可男孩却仗着她的喜欢经常骗她的钱 甚至还把一些违禁品藏在路西这里 这一次就是特意前来拿货的 得知这些的达米安有些气愤 但她也不敢随意露面 可没想到男孩拿到东西后 竟又带着路西去了她的卧室 达米安很清楚接下来两人会发生什么 作为这个家里的一份子 哪怕路西心甘情愿 她也不愿容忍这样的事发生 可就在她准备上前阻止时 达米安又冷静了下来 就算冲进去大不了 也只是揍那个男孩一顿 但自己也会因此暴露 再也无法待在这里 于是她想了个更好的计划 在这个大雨倾盆的晚上 达米安悄悄摸进路西的房间 然后拿走了路西的手机 当时间来到第二天 手机的不见并没有引起路西的怀疑 她还以为落在了学校 随着玛利亚一家人吃过早餐离开后 达米安迅速钻出了柜子 她利用路西的手机 给男孩发了个短信约对方家里见面 然后打开电视自顾自地看了起来 等到男孩找过来后 达米安装作路西的父亲接待了她 对于路西的熟知 她明白眼前的男孩 根本没有见过路西的父亲 这一次她要让这家伙 彻底地远离路西 没想到对于这个路西父亲的警告 男孩根本不屑一顾 就算达米安提到了报警 她也没有一丁点的害怕之心 这瞬间激怒了达米安 虽然嘴上这么说 但达米安也不会真的杀了她 既然这家伙谁都不怕 她就联系男孩的父母来谈谈违禁品的事 不曾想男孩听到后突然起 说达米安不要给她的父亲打电话 她可以承诺以后都不再接近路西 看来这家伙的软肋是她父母 既然如此就好办多了 双方迅速达成了一致 随着男孩的离开 达米安不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之后的几天 也不知道玛丽亚是思念自己的哥哥 还是又犯病了 她常常对着衣柜讲述 曾经的点点滴滴 虽然很想得到哥哥的回应 但也害怕真的有什么回应 这天正等待着出去的达米安 突然听到了一阵争吵 正是路西和她父亲发生了矛盾 原来达米安威胁男孩的事 已经被路西知晓 但她错认为这一切 真的是自己的父亲所为 所以有些气恨父亲多管闲事 男人面对女儿的指责一脸懵逼 她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而这一切也大大出乎了达米安的意料 她没想到这对父女会因此吵了好几天 本来精神就有些问题的 玛丽亚也被搞得很是崩溃 不得已她只能联系了自己的母亲 准备带着路西去娘家住几天 等女儿彻底冷静过后再回来 就这样 随着玛丽亚和路西的离开 依依不舍的竟然不是玛丽亚的丈夫 而是达米安 她仿佛丢了魂一般手足无措 与她成为鲜明对比的就是外面的男人 这家伙仿佛放飞了自我 直到这天里面的达米安突然听出了不对劲 明明玛丽亚已经离开 怎么外面多出了一个女人的声音 抱着好奇她打开了一条风 结果却看到了令人无比愤怒的一幕 房间里竟然多出了一个陌生的女人 虽然很让人生气 可这也和达米安没有任何关系 甚至她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 恐怕就算她去告诉玛丽亚 对方也不见得会相信她 就在达米安不知如何是好时 突然外面两人的谈话再一次惊到了她 只见玛丽亚的丈夫讲述了她和玛丽亚相识的经过 两人都因对黄蜂过敏进了同一家医院 从而在那里相识直至结婚 得知后的女人竟冒出了一个可怕的想法 听到这些的达米安马上做出了决定 她不允许任何人去伤害她认定的妹妹 所以在两人离开家的时间里 她利用矿泉水瓶抓到了一些黄蜂 然后用烟故意将它们熏晕 最后全部倒进了垃圾桶 等到第二天早上 玛丽亚的丈夫刚准备把吃剩的食物扔进垃圾桶 不曾想却成为了黄蜂攻击的对象 随着阵阵的惨叫声传来 达米安慢慢地走了出来 然而令她没想到的是 玛丽亚丈夫对黄蜂过敏的症状大大超出了意料 她亲眼看着这个男人死在了自己面前 达米安没有后悔 她始终认为自己拯救了玛丽亚 而不久后随着玛丽亚的归来 达米安听到了对方的惊叫和恐惧 不久后 警方将玛丽亚丈夫的死定性为了意外 虽然失去了丈夫 但玛丽亚并没有过多的伤感 也不知道她是否早就知道丈夫的所作所为 这天晚上 随着玛丽亚的入睡 犹豫了很久的达米安终于鼓足勇气来到了她的床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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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